大伙好 还得聊 是吧 还得聊 这个去年还是前年 是吧 闹得沸沸扬扬的 唐山 唐山 唐山的那个烧烤店 是吧 唐山的烧烤店 这个几个臭流氓 打人家小女孩 有人说这小女孩 大晚上出来 也不是什么好鸟 那先放一边 是吧 首先是这几个臭流氓 想找人小女孩 兴苟且之事 是吧 人不同意 是吧 长得他妈的 五大三粗 跟傻逼似的 我为什么 那个要跟你 你谁 我不认识你是吧 结果把人臭打一通 当然海外有很多人说了 是吧 这小孩 这几个小女孩 其中有打死的 打成重伤的 是吧 这徐晓东都在这辟谣了 是吧 徐晓东为什么辟谣呢 是因为 这个唐山的官方 包括公安部 是吧 河北省 这都下辖 出来 把这件事 做了一个最后的回应 大伙就觉得 是吧 徐晓东说了 你看 我说的 没把这人打成重伤 是吧 没把人 就是一轻伤害 是吧 轻伤害 不轻伤害 先放一边 是 这个国家 他已经失信了 既然已经失信了 国家再说出来 什么样 或者什么样 结局的话 那老百姓 都不信 所以海内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是吧 这两天 有一个 在此事件当中 你说他至关重要的 也不见得至关重要 但是 确实背了黑锅了 让人家当成一挡雷的处理了 是吧 这么一个公安民警 是吧 这么一个人 叫陈志伟 在此事件当中 做笔录也好 调查案件也好 是吧 这个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 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 他含冤入狱 他认为他自己含冤入狱了 是吧 他发布了一个视频 实名举报 现在这实名举报 成了 无论是公务员 还是老百姓 是吧 还是普通的普罗大众 成为一个 最简洁 最快速的 这么一个 手段了 是吧 这两天 还有一个人 是吧 你回来咱那说吧 说这陈志伟 称自己含冤入狱 声称自己 在办案期间 遭受了违规审讯 从而获取了非法的笔录 陈志伟 特别指出 当时办案民警 完成的笔录 并未如实 记录 610事件的真实情况 故意掩盖 真实 事件的真相 是吧 最后还让身为 机舱民警的陈志伟 这个兜底背黑锅 对其罗知犯罪 强行定罪 罗志伟曾经尝试 为自己申冤 曾经两次手写申诉信 进行组织内申诉 然而 递交的申诉信 却就 却就此时辰大海 鸟无音信 据他说 是吧 6月10号晚上 接到这个报警 是吧 接警的时候 他根本不是负责 出警的民警 等他得到警情通知时 已经将近凌晨三点了 他临危寿命 只用了十几分钟 就赶到了现场 为了处理这件警情 他当天就花费了 三个多小时 从天黑处理到天亮 做了很多积极 推动案情的处理工作 在之后的新闻采访中 陈志伟如实回答了 自己的出警时间 却被现场的市级领导 拍桌子威胁命令 照我们给你稿子电 之后唐山市曹飞调区 办案人员 对他采取了违规的审讯手段 从而获得非法笔录 是吧 为了掩盖事情真相 办人员不如 不如实记录笔录 还给作为基层民警的他 强制定罪 最终导致他被判处 一年零一个月的有期徒刑 他表示 自己会陆续将这起案件的 来龙去脉 说清楚 他手上有客观的录像 录音 聊天记录 人证 等作为证据 但自己愿为所说的 每一句话 负法律责任 他说这个 我也看了他那个视频 是吧 举身份证 是吧 举曾经的警官证 弄得让大伙不了解 这件事的人 是吧 很多很多人 又一次陷入云里屋里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 有录像证据的 这么一个黑恶势力 欺辱 小女孩 并把别人大伤 无论是轻伤还是重伤 是吧 咱们不考究那个事 是吧 这个现场是应该挺惨烈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出现了 定官机关 已经定性以后 已经对公众 这个如实的 加双引号啊 如实把案情陈述 并最后定罪 宣判的过程当中 事后 为什么又出现了 这么多的事 是吧 半民警 因为什么事 就像如他所说 这个说出来的话 记者采访的时候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并没有按照领导 给他的 所谓的发言稿 来发言 是吧 这个领导 出于这个 担心自己 无纱帽 担心自己 这事那事的原因 是吧 这个 给他穿小鞋 最后 翻转案件 是吧 翻转这个人 得找一定罪羊 替罪羊 最后把这人 弄到 这个 这个监狱里边 服刑一年龄一个月 为什么 咱都不清楚 是不是最后 如果这件事 水落石出 如果这件事 揭开面纱 如果这件事 是吧 拨开迷雾 最终并不是 像这些公安机关 定性 跟大伙 公住 最后那个姓 陈的 这个打人的 服刑多少年 是吧 这个事 是不是最后 有一些 不 不为人知的 内幕 是吧 他是不是 要保护 所谓的 他背后的 那些保护伞 大伙都知道 唐山 能有什么样的 大官 绝无可能 是吧 唐山就是 有一些 所谓的 这个 这个 挖煤的 弄石油的 弄港口的 是吧 这些 这个像 荣刚是不是在 唐山 不知道啊 就这些 所谓的土老板 是吧 就这些人 口袋有钱的 这些人 他在官场上 是不是通过了 如外界所说的 姓陈的主犯 是吧 他通过了一些 非法的手段 行贿 这些 他所谓的 公检法 让这件事啊 这个 他一人背锅 是吧 当时 他为非作歹的时候 这些 他背后的保护伞 给他了 这个 非常大的 这个 这个 非法的 营生 是吧 让他赚的盆满 拨满 非法收入 是吧 背后那个保护伞 也天天的夜夜声歌 是吧 也把自己口袋 是吧 装的 装的这个 口袋 皮刀装的 这个 这个 往外溢 是吧 是不是 我觉得是 如果有一个 半民警 说了 时间上 跟你所谓的 这些 官方所说的 不一致 就被 蒙冤 就被 含冤入狱 那就这件事 还有事情 可怕 并不是公安部 并不是河北省公安厅 主抓这件事 这件事 最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案件 是吧 非常水落石出的 最终让这些犯罪人员 这些臭流氓 是吧 让这些人 生之以法 是不是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 他们掩盖了什么 当然了 很多人说了 那个小女孩死了 那小女孩受重伤了 是吧 这些 我们没有证据 但是 这件事已经了了 一年多 两年的时间 还有人 还有当事人 出来 为自己申冤 并且 是吧 在公众的场合 在社交的平台上 把自己 这个 事实 还说自个儿有非常多的证据 视频 这个照片 是吧 录音 非常多的证据 他要揭露 什么 我觉得 不能为了凭一时之民愤 是吧 当官了 就给老百姓 找一个替罪羊 就把这件事了了 这件 我觉得还有其他的 那些 不为人知的 是吧 那些背后真实的 打着自己 揣着公安证的人 是吧 手里有权力的人 他们 真正的那些罪犯 并没有 在此次事件当中 被揭露出来 被绳之以法 是吧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